下面马视线转向云南云南昆明素有春城之称 这里的春天不容错过 在清明假期不少游客来到昆明感受和煦春风 品尝特色美食 逛农贸市场也成了旅游打卡的新风扇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 一起去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看 感受一下那里的春日气息 我现在是在昆明的大观转新农贸市场 这里是新近的旅游打卡地 也被很多的外地游客称作宝藏菜市场 那现在是早上的八九点钟 可以看到市场里面已经是人头攒动了 很多店铺的门口也是排起了长队 大观转新农贸市场一共有摊位是六百多个 那除了常见的瓜果蔬菜 还有经典传统小吃之外 这里也是隐藏着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那今天我要用三种花来带着大家逛一逛 云南十八卦有一卦叫鲜花论经脉 那么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门吃的花 在四月份走进大观转新农贸市场 最让游客惊叹的就是这些特殊的花店了 大家都认识吗 这是攀枝花 玉盒花 玫瑰花和南瓜花 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呢 是孕育了云南丰富的花卉资源也养成了当地人啊吃花的习惯 春季呢就是云南的吃花季 像这个糖梨花呢一般是搭配着腊肉来炒 而像金雀花和茉莉花呢和鸡蛋在一起煎炒啊 则更能激发出彼此的香味 那来到这个市场如果你想要立刻尝尝鲜花的味道呢 也可以购买品尝一个现做的热气腾腾的鲜花饼 这呢也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种鲜花 它呢是作为馅料再搭配上不同味道的饼皮 能够及时的甜蜜到游客们的味蕾 那第三种花呢虽然叫花 但它其实是豆腐做的豆花米线 是把豆腐呢打成花的形状 然后堆在云南米线上再拌上各种特色的调料 那吃起来呢就是香辣顺滑 当然了不光是这些带花的食物 现在正值清明假期 那在这里也可以买到各种味道的青团 除了常见的肉松的芝麻的豆沙的 你还能尝到像榴莲馅蓝莓馅 还有玫瑰花馅的青团 那走进大关镇新农贸市场呢 可以经常看到一些提着行李箱的游客 很多人啊已经把这里当做了来到昆明啊 旅行打卡的第一站 那这里是云集了像烤乳扇 烧耳快 青蛙 爬石板 脆皮 烤米糕等等 70多种云南特色的风味小吃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像蛇皮果 释迦果 佛手干等等特色水果呀 让人眼前一亮 那各类的骏子 笋子呢 也是不断的吸引着游客们的目光 如果你想要买特产呢 还有云腿 乳扇 甘米线等等应有尽有 但其实在很多年前啊 这里其实只是一个服务于周边居民的普通的农贸市场 是随着硬件条件啊 卫生环境的不断提升呢 这里啊改头换面 那质朴的市井气息和齐聚的丰富的食材呢 再加上一站式打卡呀 吃遍云南特色美食的特点呢 让这里呢 借着网络啊 是迅速的火了起来 那么大观战星农贸市场的日客流量呢 是在平日里一天能在四万左右 但是这个假期呢 一天最多能迎来九万人 可以说大观战星农贸市场啊 已经成为了旅游打卡的新地标